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说来他家的条件比我家好多了,老公兄弟三个,父母是双职工,他是最小的一个,读到高中毕业,在厂里做技术员。 记得第一次见面,我就挺在意他的,他长得仪表堂堂,国字脸,个子高大又很儒雅。 我当时就自卑了,因为从小营养跟不上,那时候的我又黑又瘦,关键脸长得也不好看,后来我总被老公嫌弃长得丑,还说长了一副邪拔子脸。 不管怎样,我跟老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。 我父亲自然,对这门婚事感到满意,奇怪的是,公婆也很喜欢我,特别是婆婆那会抓着我的手,对我嘘寒问暖的,还说我没有亲生母亲,以后就拿她当自己的妈吧。 听了婆婆的话,我很感动,也是从那一刻发誓一定要好好孝顺公婆。 都说新婚甜如蜜,可自打我跟老公结婚,我就从没有感受到她对我的一丝温情。 我以为老公是个慢热型,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主动关心她,我想用自己的善良温柔慢慢感动她。 我孝顺公婆,卖力干家务,以为早晚有一天她会真心实意对我好。 婚后第三年,我们的女儿出生了,看着墙堡中的女儿我内心喜滋滋的,万幸女儿很多地方都遗传了老公的长相,脸圆圆的,大大的双眼皮,就连皮肤都很白。 老公看着女儿很喜欢,还调侃我说,还是女儿识相,所有长相都随了她,如果像我,以后都仇嫁不出去。 看着镜子里的我,确实长得不好看,甚至可以说,有些丑,人还是黑黑的,下巴瘦得尖尖的,眼睛比黄豆都大不了多少。 女儿的出生,并没有改变老公对我的态度,她依然对我都是淡淡的,可我还是一腔热情。 因为有了女儿,我的人生就完满了,我沉浸在幸福之中。 可就在女儿四岁那年,我就因为没了工作回了家。 因为我既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,所以长礼裁员的第一批名单里就有我。 我就这么回了家,老公知道后总是冷眼对我,对我说话也是粗声粗气。 我整天琢磨着怎么挣钱,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,我决定去卖臭豆腐挣钱。 那时臭豆腐这种美食在我们这里刚开始流行,大街小巷,新村门口有很多商贩支者摊子炸臭豆腐。 我也学了这门技术,然后就这么做起来了。 后来因为我炸的臭豆腐口感好,价格又实惠,那会一块钱就可以买十块。 许多学生跟上班的人经过我的摊食都会停下来吃,眼见着我的生意越来越好,在外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 有时我来不及接送孩子,就想让老公帮着去接,可他不愿意,后来我只得拜托公婆帮我。 公婆一向很喜欢我的女儿,那时候婆婆经常帮我接送女儿,我就可以一门心思地挣钱。 我幻想着靠自己勤劳的双手,改善我们的家庭,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因为做生意,我总是回家很晚。 一开始老公下班后还会买菜做饭带着女儿先吃,可渐渐的老公所幸就把女儿放在公婆家。 他下班后就没饮了。 我到家一身的疲惫,想让老公帮我倒杯水都不可能。 他总是冷眼看着我,还很不客气地质问我,是不是挣了点钱就了不起了,就可以随意使唤他了。 可我哪有那个意思,我只是单纯感到很累,在外面一站就是一整天,我的小腿都是肿的。 后来我才知道老公在外面早已有了人,那个人还是他的初恋女友。 原来老公在认识我之前,就跟这个女的谈了很久的恋爱,可后来人家有了更好的选择,就抛弃了他。 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了公婆的安排。 跟我相亲,又跟我结婚,怪不得他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得上我,觉得我文化层次低,觉得我长得丑,觉得我配不上他,现在我终于知道答案了。 如今,那个女的已经离婚,老公就想跟她在一起,为此她成天跟我闹离婚,为了女儿我不答应,她就天天跟我吵,还砸东西。 为此婆婆不知道流了多少泪,可老公就是不依不饶坚持离婚,最后我不得已只能答应。 离婚前我偷偷去看过那个女的,确实长得很漂亮,皮肤白皙,有一股少妇的美,哪像我就是个粗俗的妇女,连字都不认识几个。 我们离婚的时候,女儿已经上了六年级,我想带女儿走,可是女儿却选择了她的父亲。 虽然我很想带女儿走,可女儿既然这样选择,我也只能接受。 我不怪她,论条件,她父亲的情况比我好,有稳定工作,工资也不低,而且她父亲有文化,再说了,有公婆帮衬着我也不担心,反倒是我。 因为走街串巷的卖臭豆腐,也没能力照顾好女儿。 女儿这些年跟着她的爸爸生活在一起,一开始我每个月还把她接过来住两天,后来她学业渐渐紧张起来,我们便很少见面,有次我拉着推车经过她的学校,就驻足下来想等女儿放学,看她一眼。 后来老远我就看见了她,她也看见了我。 可随后,她依然跟着同学有说有笑地离开,选择对我视而不见。 那个晚上我内心还是感到了痛,我们母女一场,第一次我觉得原来我们离得好远。 这些年前夫带着女儿,她现在的妻子则带着儿子组成四口之家一直生活在一起。 我除了努力挣钱,尽量提供给女儿一些物质需求外,我发现女儿的内心跟我也渐行渐远。 女儿后来考上大学,我想陪着去,可她不肯,说让她爸爸陪着去。 我问女儿想要什么,女儿说想要笔记本电脑,我当即就给了女儿五千元钱,在我心里,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 女儿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还谈了男朋友,许多事情我都后知后觉,有时打电话给她,她的态度很漠然,我有些感到无趣,聊不了几句就挂了。 我时常问她爸爸跟阿姨对你好吗?她总是说很好,然后就没了话题。 女儿决定结婚,知道这个好消息,我足足开心了好几天。 我特意把女儿喊来,把自己积攒了十多年的积蓄,三十万交给女儿。 我跟女儿说,虽然这钱不多,但是对你的小家总会有帮助。 我让女儿好好收下,女儿拿了钱,跟我说了句,谢谢妈妈。 因为这四个字,我内心感动了很久。 可直到女儿结婚当天,我才知道我在女儿心里,远没有那么重要。 因为女儿结婚,我没有被安排坐在主桌,而是坐在了角落,那一桌都是亲戚,我跟一帮亲戚坐在一起。 我的泪水一下子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,或许在她心里,她的爸爸跟阿姨把她抚养成人。 在她心里,她们更重要一些,也或许因为她们的文化层次高,谈吐优雅,坐在主桌让女儿更有面子。 至于我这个亲生母亲,实在是形象不佳。 后来我也劝自己释怀,既然女儿已经找到了幸福,那么我这个当妈妈的就要为她感到高兴,至于其他的就不要多想了。 女儿这些年生活得很幸福,她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因为孩子都是由她公婆在带。 我这个外婆很少见到孩子,如今我也快七十岁的人了,我想着只要我身体健康,也算是减轻了女儿的负担。 可谁知就在去年,女儿突然上门,她说这次有求于我,还说这件事除了我没有人,能够帮忙。 女儿后来告诉我,她的爸爸就是我的前夫已经离婚了,在这之前前夫被查出患有肺癌,而那个女人在照顾了半年以后,整天抱怨日子过得太苦,然后便提出离婚,跟儿子过日子去了。 这段日子以来,女儿是医院跟家两头奔波,她实在无法应付这么辛苦的生活。 女儿哭着跟我说,孩子年纪还小,她实在没有能力应付这些,她哀求我一日夫妻百日恩,就当是看在她的面子上,让我回去帮她照顾前夫。 我跟女儿解释说,我们的夫妻情分早就结束了,我现在没有义务,更没有立场去照顾前夫。 女儿后来跟我说,那么是为了我呢?能不能为了我,再坚持一下。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,在女儿眼里,我哪里是什么母亲,就是一个保姆,让她放心的保姆。 在她心里,只有我能够好好替她照顾父亲,可她在乎过我的感受吗? 跟前夫结婚那些年,她从没有真心对待过我,她的初恋女友回头,她立马选择跟我离婚,如今人家走了,就又来指望我,可我快七十岁的人了,好不容易过上轻松的日子,难道还要为了女儿继续忍受? 我终于醒悟了,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女儿,也许在女儿心中,她永远不会原谅我,可我又能跟谁算这笔账呢? 不ني Marta 46,呢? 我得此把抱起了吗? 咱们!